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您说咱们人体当中就有这么一个观察哨 就跟我此时此刻的工作性质那是一样的 所有的疾病这个观察哨都知道 各位 来 把盘举好了 来 各位 全体观众听我的都有 来 三 二 一 转 这病都够吓人的 太多了 咱们到现场去问问我们的专家好不好 好 好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用作点掌声 有请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全面专家 让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 主持北京红人医院副院长 眼科主任魏文斌 欢迎 院长您好 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欢迎来到养神堂 谢谢 刚才圣志说的没错吧 说身体当中有这么一个侦察哨 可以帮助我们看出血压的问题 血糖的问题 甚至是全身血管的问题 有这么神奇吗 我觉得我这哨兵扮演得不错吧 扮演得不错 特别地道 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观察哨 然后能够看全身的健康 我们来看一下都能看出什么样的疾病 准确率又会是怎么样的 来 请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也就是像糖尿病 我们60%的糖尿病的病人 都可以通过观察哨 来给我们发现早期的真相 甚至可以发现这个糖尿病的 严重的程度 我们通过这个观察哨 就可以发现出来 60%的人缺 对 如果说这个糖尿病的人 这个病程很长的人 15年 20年以上的人 那我们这个观察哨 观察出来的都是100%的 糖尿病的一个警报器了 好 很厉害 接下来关于高血压呢 高血压也是 通过观察哨就可以能看到 有没有高血压 高血压的程度 所以大家如果有过高血压的经历 去过这个内科看过高血压的 其实他都要找我们这个观察哨 高血压的医生都也会让观察哨看看 看看高血压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了 需要怎么治疗 危险不危险 所以这是观察哨能提给我们的 第三个是跟粗重有关系是吗 老粗重 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危机生命的 那么这些病它都有一些这个幼婴 都有一些高风险的状态 通过观察哨其实也能发现 和这个脑族中相关的一些因素 我发现了 院长您一个人就是体检中心的 对啊 所有的问题都能给您扫描一下 您是就是我们体检还得做仪器 还得让您X光看 您通过观察哨就都看出来了 但是 你看一下它是不是也有问题 看着样子有钱 也有这个潜在的可能 对 我跟你说这观察哨太重要了 就是说不光是中老年人去 我们年轻的朋友也要略知一二 你看可以排查出那么多的疾病 糖尿病的问题 高血压的问题 包括全身血管的问题 那它这个检查的机理是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神奇啊 比如说我们全身的健康状况 这里面你看有没有动脉硬化 有 神经系统怎么样 那我们要一个观察哨 肯定让我们能看见这些 感觉是全身血管的一个缩影一样 对 太了不起了 我录眼上场也好些年了 是呢 我怎么没听说人体哪有个观察哨啊 一个部位重要的一个器官 是吗 对 我想问疼不疼的那个地方 不疼 肯定不疼 会不会有损伤呢 没有损伤 通过仪器直接去看一下就能看到了 那我知道了 那你说 你猜猜是哪 我猜应该是咱们这个心脏 是吧 通过心脏 跟这些病都有关系 还真是 但是心脏 心脏我们直接看不到啊 要想看还得给你拔开呢 这个侦查哨到底是什么 院长说了 它是可以直观的 对 无损伤的 而可以肉眼可见的 可以看到它血管动态的变化 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呢 咱们就拿重症为例 找一找这个观察哨到底在哪 是哪一个很重要的部位 好不好 来 谁愿意挑战一下 我们请这位阿姨好不好 来 掌声欢迎阿姨 这阿姨 真是摩托步走得太优美了 真高雅 阿姨 谁冲我笑估计心里在琢磨 这哪有问题呢 这傻小让我对着了 好 阿姨身体当中的这个观察哨到底是什么 可以帮助我们第一时间看出糖尿病的问题 血压的问题 以及全身血管的问题 这个部位是哪呢 这位帅哥吧 我感觉他体重略重一点 不是略重阿姨 您说太对了 超标了 威胖 刚才主持人说了他是吹石斑的 营养有点过剩了 脂肪有点高 对 就是通过你脸部的脂肪就能看出 你可能会患糖尿病 有可能患高血压 有那个刚才院长说了 有这个隐藏 隐患呀 糖尿病 高血压这些的隐患 您说您贴就贴吧 还那么使劲 上来啪啪就打一下 还没打 开玩笑 开玩笑 阿姨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观察上 就在他的脸部 确切地说就是他的脂肪太多了 是吧 是的 脂肪多 有可能是万恶之源 引发疾病 但您看我姐这脸确实瘦 也白 也好看 但是您说从她这脸看 就完全没有这种几种疾病吗 现在是没有 我跟阿姨是一个身材的 我现在这个年龄了 我这几种病现在都没有 这就完全是什么 看脸的 我姐到底是不是观察上 阿姨回答得正不正确呢 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院长 而且我听说院长 还带来了一个很神奇的仪器 是不是 对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那个观察上 肉眼直接看 她看不到 要通过一个设备 一个仪器去看 所以阿姨直接贴在这儿 那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那到底是什么 咱们先把设备拿下来 好呢 对 我们通过这个设备 可以很好地去看 院长给我们带来一个 神秘的宝盒 我一看就分量很重 我先打一下 阿姨你过来看一下 阿姨你过来看一下 见过吗 有一个没见过 没见过是吧 是没见过 这是啥呀 先问一下院长吧 这个东西一测就能测出来 对 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健康的隐患 是吗 对 你看看这个镜子 这个东西很神奇的 真的有点神奇 打开你看 我们得在我的手上给大家去 对 你看 它有非常亮的一个光束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察哨 才能去看 可以开可以光 你看 看 对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小孔 我们就可以去看到 就看到 看到吃用这 去看看 咱们这样行不行 阿姨你看我们拿上这个仪器 您这回再猜一猜 是哪 通过这个仪器 您觉得是哪 这个观察哨 直观的 眼睛 眼睛 这眼睛怎么看呢 眼底什么东西呢 通过看眼睛 就能够看出糖尿病 高血压和脑粗中的问题吗 有可能吗 我觉得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说那个 好像是糖尿病的人 那个眼底就有点 什么跟其他正常人不太一样 是不是 她阿姨还是了解一些的 对 阿姨还是阅历很丰富 阅历很丰富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阿姨 到底回答得正确与否呢 一会儿好好的问一下我们的院长 好了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阿姨 同时呢要给阿姨送上一份小奖品 来 阿姨为您送上奖品呢 是由北京美食养生堂高方行业 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泰开尔玉品高方 为您提供的丘梨高一盒 为了感谢大家对养生堂的信赖和支持 现在拿出手机 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 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玉品高方 玉品高方做中国人自己的营养嘉评 我们把掌声送给阿姨 祝您永远的美丽健康 谢谢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阿姨再见 好 曲永俊 回过头来 现在我觉得高手在民间 回过头来 我们要好好的问一下 我们的卫院长了 身体当中这么重要的疾病观察上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阿姨说得很对 我们疾病的观察上 就是眼睛 就是我们的眼底 所以大家其实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其实大家都特别熟 都老百姓们 大家都已经是常识了 其实眼睛是全身健康的窗户 所以我们说小眼睛大健康 那么通过我们的眼睛 可以反映全身的健康 我手上拿着这个仪器 其实就是用来看眼睛 来看眼底的 因为我们的眼底 它和我们全身是黏在一起 那眼底能看见的地方 比如说视神经 那就是跟脑神经 和脑子连在一起的 就像我们平时的电灯 电灯能量 是因为后面有电线连着的 那我们的视神经就是电线 眼睛就是电灯泡 所以它这个电线 要连到脑子那儿去了 所以它可以看出脑子的问题 对 那血肝呢 那我们这个眼睛里面的血管 是全身唯一能看得见的 但刚才永志说我的心脏的问题 心脏你直接看不见的 你得通过仪器去看 你的肾脏啊 肾血管怎么样 你也看不出来 我要通过超声波呀 等等等等的 但是这个眼睛是直接能看见的血管 这个血管什么动脉 静脉呀 这血管有没有正常啊 有没有动脉樱化呀 那直接能看见 所以就知道你的全身的血管怎么样 还有像高血压 糖尿病啊 什么白血病呢 它全身这有一些病的时候 在视网膜上都留下了痕迹 所以通过一个眼底的观察 我就能知道眼睛有什么病 全身有什么病 所以说这个眼睛是全身健康的窗户 太棒了 是心灵的窗口 同时也是一个疾病的一个报警器 所以今天我们板凉之中呢 把我们的院长请到养生堂的现场 因为这一期呢是爱眼日的一期特别节目 我们要尤其关注的就是中老年人群 因为眼底疾病它不同于普通的眼病 很多是不可逆转的 它是致盲率很高的 对 这个眼底病是中老年人群特别好发的疾病 因为眼底疾病它有几大类 一类呢就是和年龄有关系的 就是一种衰老而导致的病 那么年龄大了呀 这个血管神经都发生退行性的变化 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疾病 比如说你们可能会听过什么老年黄斑变性 还有岁数大的人他容易得高血压 得糖尿病 那么高血压得血压很高 时间很长 他就容易得中风 像脑中风啊 什么心脏的中风啊 心脏中风就是心肌梗死了 脑中风 还有我们眼睛也能中风 眼睛也能中风 对 就是视网膜的血管阻塞了 所以这些都和年龄关系特别大 所以老年人群当中发病率特别高 那么还有像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啊 那么一干得的时候 它可能还没有出现并发症了 但是糖尿病如果你得了十年二十年 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都很长啊 那你五十岁得了糖尿病 你到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 你就三十年的病成了 这时间长了 它的并发症就特别多 那么在眼睛上 就会发生越来越多的问题 所以眼睛在中老年人群里面 发病率是非常高 那么我们曾经也做过一个 百万数据的调查 那么把体检的人群 就是做体检的人群 每个人做体检的时候 都留下一张照片 眼底的照片 然后我们来分析 这眼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那么从这体检的人群里面 当然体检的人群 主要是四十岁以上的这些人群 那么百分之七十左右人的 眼底都有问题的 就是说不正常 它可能有的就是衰老 就像我们人正常的人 应该年轻的时候没有皱纹啊 脸上不长帮啊 到了老了的时候 你就会留下皱纹了 留下帮 在眼底里面也会留下各种痕迹 所以这个眼底的异常的比例很高 那么你到了五十岁以上的人群里面 那就比例更高了 那就会有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可能都有问题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对 所以上了岁数之后 眼睛的问题可能本身就会存在 如果再加上一些特殊的疾病 就会让我们眼睛的问题雪上加霜 甚至有可能会致盲 产生不可逆转的效果 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有幸拍到了 我们院长的工作日常 我们看到他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魏文斌院长的诊室门口 已经几百人 来找他的几乎都是疑难和棘手的病例 在他们心里 魏文斌是最后的一线希望 正常的门诊只有二三十个号 但是魏院长连续接诊七八十个病人 是常态 最多的一次接诊了一百四十个病人 在我们跟随魏院长出诊的一上午 他顾不上喝一口水 突然看不见 是首次就诊的患者最常说的方 其实只需要简单的眼底检查 就可能让很多患者 在失去视力之前发现眼底面 及时得到治癌 眼底检查究竟能看出什么 接下来魏院长跟现场画出 漫步对眼底的伤害过程 我觉得医生真的特别的了不起 所以很多患者都说功德无量 是带来光明的使者 这是我们中国治疗眼部疾病 最权威的专家 我们再次把掌控送给我们的魏院长 听说院长办公室里有一个 有一面特殊的锦旗 来看一下 这个锦旗好大 对 这个锦旗还是特别感人的 您给我们讲讲 配过什么故事 这是我的204个恶性肿瘤的病人 送的锦旗 那么而且这204个恶性肿瘤里面 这牵头的这几个一些病人 都是全身已经有转移了 就是说他的生命已经到了晚期了 他还记着我们这个医生 记着整个我们这个团队 所以特别让我们感动 所以这也激励了我们这个团队 现在服务了2000多的恶性肿瘤的患者 院长呢 人称江湖 无影飞刀 患者的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 因为他做的这个手术 一般人都做不了 手术难度非常的大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对 因为在以前 这个眼睛得了恶性肿瘤 然后都会把这眼球挖掉 就整个把眼珠子摘掉 这对眼科医生来说 是特别这个糟心的事 因为眼科医生是要给病人 带来光明的 那你摘眼球 那是眼科医生最不愿意干的事 所以我在90年代 94年在国外学习的时候 就看人家国外 确确实实的医疗技术比较不好 那么遇到这些恶性肿瘤的人 他不需要摘眼球 所以我们当时 我94年在国外 回来以后我就开始要琢磨 我们一定要让中国的 这一类的病人 也能享受跟国外一样的 先进的治疗 先进的技术 所以我就会去把肿瘤摘了以后 然后把眼球还给修复好 让这眼球能保住 还能保留一定的视力 所以这个手术 当然是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在国际上也不会有太多的人做 那么国内进行这方面的 去探讨以后 那我们绝大部分的这种 肿瘤的病人 就不需要摘眼球了 所以现在我也很自豪的 太难了 就是让我们中国的这些 黑色素瘤的病人 这些恶性肿瘤的病人 能够享受到和国际上 发达国家一样的诊断和治疗的水平 所以刚才院长也说 有些严体疾病是可以逆转的 算是你一定要早发现 早预知才可以 回归我们今天养生堂的主题 这么重要的侦查哨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查各种各样的疾病 高血压的问题 糖尿病的问题 包括全身血管各个部位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现场还准备了两个模型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院长 在我们这个眼球上给我们去描绘一下 高血压的眼底和糖尿病的眼底 它有怎样的区别 院长 这边请 其实这是一个模拟的眼球的模型 那么真正的这叫在眼球上就是角膜 其实我们平时看到的就是黑眼珠子 黑眼珠表面其实是角膜 是透明的 它为什么是黑的呢 是因为红膜 瞳孔是黑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间这一块是黑的 黑的其实是这个边上是红膜 中间是瞳孔 所以中国人和外国人 这个眼睛的颜色不一样 你看中国是环种人 是一个这个红膜是个棕色的 那个白人那眼睛是狼颜色 那都是红膜的颜色不一样 但是瞳孔黑的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黑的 所以通过我们看东西都是 通过角膜 通过瞳孔 然后通过这个眼球 最后到眼底 到眼底 到视神经上去了 激光在视神经上 这样看得就清扯了 激光在视神经上 然后就传到脑子里去了 这是我们 但是这在这个视神经周围 是很特别 然后我们这个眼 这就其实就是那个眼球里面的眼底 那这个球是在外面 其实那个血管都在眼球里面 那我们给大家这个画一下 那我们这个 咱们先换高血压的吧 这个视神经啊 其实就是一个小圆盘 它有黄鼻子好 有只有黑的 好 我们现在画的是什么呢 这是个视神经 这个视神经就是和脑子是连着的 在眼球里面 然后从视神经出来呀 就有几根血管 有动脉的血管 动脉血管它就是动脉的 一般的我们眼睛上有四肢血管 所以从视神经上展出了这四根血管 这动脉和我们全身的血管都连在一起 所以因为我们能看见眼睛的血管 所以就知道你的心脏的血管 脑血管 肾脏的血管怎么样 看见眼睛的血管动脉有硬化了 那我全身的血管一样的 都有可能 都是有 肯定都有硬化的 所以眼睛的这个 这是动脉 那么眼睛的这个有动脉肯定有静脉 蓝色 静脉呢 跟动脉是伴随的 一般静脉呢 比那个动脉要粗一点点 粗一点 但是它两个都是伴随走的 所以从我们眼睛上 有四肢的血管 这个蓝颜色的就是静脉 你看静脉比动脉稍微粗一点点 那么我们的眼睛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就是黄斑区 黄斑区这个地方就是看视力最好的地方 叫黄斑 我们有的老百姓说黄斑 我眼睛长了个黄斑 黄斑并变 对 黄斑并变 黄斑是个正常的组织 就是因为这一个地方有点点偏黄 所以叫黄斑 黄斑视力好 一定要看着黄斑好不好 黄斑好的人视力才好 也就是说我们天天查视力 什么1.0 1.5 那都是这个黄斑是正常的 如果黄斑有病了 那视力都会很差 所以有的老年人得的叫老年黄斑变性 那变性了以后 那视力就变成了0.3 0.4 甚至没有视力了 所以这黄斑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眼睛这个整个的区域 就是反映了全身的状况 那么高血压的人啊 他有几个特点 高血压的人就是他这个动脉啊 特别细 动脉可以特别细 就红色 是动脉啊 变成像铜丝一样的了 僵硬 而且细 那么血压高了 时间长了呢 他就会沿着这个区域啊 可能就会有一些火炎状的出血 出血点 出血 这个种出血都是火炎状的 这个像羽毛似的出血 所以高血压的人 他会有几个特点 一个呢就是动脉特别细 还有你看这个动脉 不是压在静脉上了吗 它动脉硬了以后 它就会把这个 压在上面 对 把这静脉的回流就回不去了 这血就会出的就流出来了 就会有很多的出血 所以严重的就是血管就堵塞了 就形成了一个视网膜 静脉堵塞 所以出血是严重的高血压的病人 很容易多的 还有这个血管一旦漏了以后 它就把那个血浆的成分 血里的脂肪漏出来了 那会怎么样 脂肪是黄的 所以漏到这眼睛上 它就变成一些黄的 因为没有黄笔 有黑的 有黑笔 那血管 对 血里面的一些脂性的成分 通过这个血管就会漏出来了 漏出来 在眼睛上就留了好多标志 那会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的视网膜是透明的 只有透明的才能穿过关线 我们才能看得见 才能这个底片上是干干净净的 那你这个上面有这么多出血点 红的 黄的 它就不透过关线了 就像我们的底片已经迷坏了 这个发霉了 就不透亮了 发霉了 上面有很多的点 你照出来的照片也是斑斑点点的 你看到的东西也是斑斑点点的 如果在黄斑这个区域 那你的视力就下去了 你就影响你的视力 而且您在这个大屏幕上也告诉我们 说能看出它是处于高血压的哪一个级别 对 高血压的眼底改变 视网膜病变 它我们平时把它分成四期 四期 对 最轻的时候 最轻的时候 就是动脉有点硬化 所以我们去体检的时候 这个体检的大夫会告诉你 你有视网膜动脉硬化了 高血压最早的时候就是有点硬化 这时候还不小心 我们把血压控制好 一期就算好 如果这个高血压越来越时间长了 那个动脉变得越来越细 它就会把这个静脉压得不穿过了 所以就我们叫它动静脉交叉症 压得特别厉害 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了这个二期的 二期 高血压的视网膜 那三期的时候 三期就是漏水了 漏水了 这个回流都不好了 把脂肪也漏出来了 把血也漏出来了 视网膜就是会有出血和一些渗出 看着已经不清晰了 就三期 那就已经影响视力了 我们的视野会有一些改变了 如果这个血压忍然特别高 尤其是在短时间内 那个血压增加得特别快 表现的一种 就叫视神经水肿了 视神经都水肿 视神经又改变了 视神经跟脑子都连在一起 这就说明这个高血压会引起脑病 你看在特严严重的时候 高血压脑病 那么从眼睛上就看见 高血压引起视神经水肿 所以这是高血压的最重的时候 最严重的 必须要马上把它控制好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 一很严重的并发症了 到第三期的时候 是不是症状就开始加症了 我们自己就有体会了 在这个一期和二期的时候 往往没有症状 你看 因为这个也 它没有影响视力 就是说后面有变化 对 它这个 只有我们通过观察哨去发现 它自己还发现不了 通过检眼镜我们就能看到 但是这个第三期的时候 如果这个肾出很多 出血很多 如果在边上也不容易发现 它对视力的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视力 每天都是看中心视力 那边上视野里面 有几个粘点 它有时候不容易发现 但是如果影响到 黄斑这个地方了 影响 那视力就会有影响 它就会视力减退了 看东西变形 看大的变小 这些症状就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主动地就容易能发现 明白 但是我们希望别到这个时候 对 那么到这个时候 就说明你这个高血压 都已经比较重的了 所以观察哨的目的 就是要早期发现它 所以早期擅长很重要 您这么说我们就了解了 为什么二型糖尿病患者一确诊 就要马上查眼底 接下来 卫院长将现场画出 糖尿病眼底变化 再跟大家画一个糖尿病眼底的变化 好 这个糖尿病它引起来的 主要是血管的病变 所以还是从我们这个眼底的血管上 是能够发现的 那么这个眼底呢 还是代表的是神经 那么我们也有动脉 静脉 我们也有这个四肢 一般我们眼睛有 四个动脉 对 四肢动脉出来 然后我们画了这个静脉 那么 留一支待会儿话 这个糖尿病的人血管改变 那么在最早期的时候 因为血糖特别高嘛 血糖高了以后 它就会刺激这个血管 这血管内皮细胞啊 就开始变性 那么变性变性了以后啊 这内皮 内皮它是把血堵在里面 就像我们那个河水 河的暗 暗干嘛呢 就怕让水流着 从这个河里走 河床上走 别冲到暗上去了 这个血管壁啊 这个细胞变性了以后 它就变薄了 变薄了 这个河的冲力以后 就把这个血管鼓出来了 血管就长出一个包 我们叫它微动脉瘤 微动脉瘤 就长出一个像小瘤子似的 其实是血管 它这个血管壁弹性不好了 这个血管盆出了 所以就在眼底里面 会看到一个一个的小红点 看一下 它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网膜上 会出现很多的小红点 就是微动脉瘤 对 就叫微动脉瘤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眼底的检查 如果发现很多的这种微动脉瘤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糖尿病 有一定的病成了 所以这是最早期的变化 那么接着呢 这个微动脉瘤 这个糖尿病还在发展 那么它就会更进一步地 加重了病变 那么微动脉瘤 它是内皮也不好 它也会漏 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黄的点 所以比如说 还出现小黄点 那么因为没有黄的 我就用蓝颜色代表了吧 在眼睛里面有很多 那么这血管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它的静脉也发生变化 我们的静脉很柔软 你看伴随 但是糖尿病的时候 那个静脉啊 它就变得像个腊肠似的 腊肠吃过吧 吃过呀 对呀 它就会变得很粗 一段一段的 一段细一段粗 一段细一段粗 就形成了那种 就不均匀 对 它就会有一段粗 一段细 一段细 一节一节的 一节一节的 对 所以这个静脉就成这样了 我们就让它静脉 像个手串似的 那这些静脉的改变 说明什么呢 有什么说明 因为静脉它是回流血的 那么它变得很粗啊 它的弹性就不好了 它也会漏水 它就会漏出很多的 黄的渗出了 那么出血就会更多 所以这是糖尿病的这个过程 那么再严重 因为它这个血管的 回流都不好 它供血也不好 它就会长新生血管 侧脂 长侧脂 长新生血管 所以就在这个血管边上啊 就静脉的边上会长出一个 无数的 无数的小血管芽 像那个小花瓣似的 就会长了很多 在很多的血管上 都长出这种小花瓣 这新生血管在视神间上也能长 这是很危险的 那会影响看东西 影响啊 因为它长出小花瓣啊 使新生血管它就漏水 就出血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引起视力都很差 那么再长着这个血管 它就会眼睛整个的就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对 所以长到新生血管的时候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糖尿病 已经到了特别重的时候了 我们不积极地治疗 它就会看不见 所以这个糖尿病在眼睛上 表现的呀 这些改变特别有特点 它和那个高血压呀 和老年黄磐边性呀 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眼底的微血管流 这个静脉的串珠 还有这种长的新生血管 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来判断 你有没有糖尿病 你的糖尿病得了有多久了 你的糖尿病的眼底的程度 到什么样了 如果光有几个微动脉瘤 那我们可能就把血糖 最早的 对 那我们把血糖控制好了就行 可以眼睛不需要去治疗它 但是如果你已经到了 这个漏水的时候 又长新生血管了 那就必须治疗了 那我们可能要积极地去治 不积极地治很快就看不见了 所以这是我们治疗的 最关键的时期 眼底的筛查特别的重要 不光是可以看到 我们血压的问题 血糖的问题 脑梗的问题 心脏的问题 还可以排查出肿瘤的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的院长会告诉大家 有一些特殊的人群 特殊的疾病 更要注重失明 我们请永志做一个互动好不好 好 来 我们拿一个道具 好了 欢迎回来 这里是北京卫视养生堂 爱眼睿的特别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 做一个互动 说失明风险增加25倍 这些疾病是什么样的疾病 我们到底距离失明 有多少的距离呢 永志 其实在开始这实验之前 导演给我做了一次这个实验 当我看完了整个过程以后 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形容 触目惊心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近身地体验过这种感觉 如果得了这种疾病 您患病五年左右 那您的失明危机是多大呢 百分之三十 那咱们再往深了说 如果患病十年左右 您的失明危机又到多少呢 它就很有可能是 一半 那如果随着病情的发展 二十五年 那您失明的危机是多少呢 它是 百分之八十 到了这种就感觉到非常可怕 莫名的可怕 可是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患病三十年 患病三十年 失明的危机究竟还剩多少呢 咱们一块看一看 百分之百 好 回过头来说说阿姨 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 你们觉得是什么样的疾病 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可怕的后果呢 举手可以告诉我 好的 阿姨 你说 我觉得应该是糖尿病 糖尿病 对 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糖尿病很危险 因为它影响眼底的 破坏眼底的血管 破坏眼底的血管 导致失明 阿姨 您身边有糖尿病的人群吗 在单位的时候 我们单位就有一个 她有糖尿病 她得多少年我不知道 她到退休的时候 她整个的眼睛就失明了 看不见了 就看不见了 对对对 谢谢阿姨 阿姨说是糖尿病 到底是不是糖尿病了 稍后请教一下我们的卫院长 我们也感谢阿姨的互动 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为您送上奖品 是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膏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祝阿姨夜吃夜年轻 谢谢阿姨 谢谢 谢谢 您来公布一下正确的 对 阿姨说得非常正确 那么糖尿病和病成 这个病成越长 它的这个失明的风险越高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指的是 二型糖尿病 也就是平时咱们最多的 如果是一型糖尿病 那比这还要还要严重 是 所以一个糖尿病的病人 病程到了25年的时候 那么他绝大部分的人 眼底都有问题 所以都会或多或少的 影响了视力 如果我们不去治疗 那么他就有可能失明 所以说他和正常人相比 那么失明的风险要高25倍 但是也不是特别可怕 不可怕的地方就是 这是可以治的 是可以防的 如果我们按照每年都去做体检 每年都查眼底 我们就可以及时地去干预它 让它别走现失明的可能 所以糖尿病 如果你忽略了它 你就有可能就变成了盲人了 或者说甚至如你平时不太在意它 你就变成了眼睛看不见了 你才会想起来 去看病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确确实实是有这样的人 平时根本不知道糖尿病 眼睛不好了才去看 一看我们医生说 你这是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 然后再一查血糖 高得不行 然后再去控制 所以这种人群是很多 我给大家举一个跟我同龄的人 也是医生吗 不是医生 但是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是一个院士 院士 对 这位院士特别工作很繁忙 是某一个领域里面的领军人才 两年前在北京开一个重要的会 突然一只眼睛看不见了 一只眼看不见了 另外一只眼的视力变得特别差了 所以他会都开不下去 来找到我 我一看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已经特别严重 所以就给他一只眼睛打了激光 一只眼睛我给他做了两次手术 做了手术以后 现在维持得还不错 能够让院士正常的工作 但是这期间花了很长时间 所以他刚刚看不见的时候 情绪变得特别低落 觉得他有那么重要的工作要做 现在眼睛怎么不行了 以前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身体 因为跟我岁数差不多 也还不是特别老 那么这次打击特别大 所以就从此开始知道 我让他一个月来复查 就一个月复查 我让他两个月复查 他就会两个月来复查 他就觉得这眼睛 对于全身的健康太重要了 否则的话 他要想很好地去完成工作 健康的生活都不太可能 所以要听医生的话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 那您刚才说的那位院士 他突然有一次的眼睛失明 那个时候他的病程是 大概什么时候 十几年 十几年的时候 对 关于糖尿病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各位叔叔阿姨 咱们现场有没有糖尿病的 有吗 我二十多年的糖尿病 二十多年的糖尿病 对 右眼已经白内上 现在这样能够看 大概其实是个手 你拿话筒 但是几个手指都分不出来 也就是说手放在这 你知道感官上是有个手 但是几个手指都是完全看不清的 那绝对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在三年前 我到中日友好医院去照个片子 就是眼底片子 就刚才那个照相 那个相 对 怎么说 它那个就是视网膜 它有点分离 有点距离 但是那个眼压不好 那影响到您的生活日常了吗 现在 影响了 影响就是距离感没有了 距离感没有了 有一只眼 它的距离 我一直拿空 抓空了 抓空了是吧 这是最直接的一些探测 就是走路吧 票坑 对 会摔 是吧 容易摔跤 有可能会踩空 对 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要格外注意 我年轻时候两个眼睛都是1.5 而且我这要是检查的眼睛时候 我退出一倍的距离 我还能看清那个对比 那个是哪个那个监制 您跑那狙击来了 说原来年轻的时候眼睛特别好学 我年轻时候叫外号英年 这叔叔有没有一些逆转的可能呢 他这只眼睛 他刚才叔叔描述了 他说那个视网膜已经分离了 分离是什么意思 分离就是脱离 就是因为糖尿病长的那个新生血管 越长越厉害 然后就增值把视网膜拽掉了 那么他的白内障是一个并发的 是因为眼底有问题了以后 又有的白内障 所以这种你把白内障做了 它的底片坏了没有用 就像我们的照相机似的 把镜头换了特别好 换个进口的 你的底片已经废了 所以他也看不见 对 所以对于这位大爷来说 我们要关注那只好眼 要把好眼保护好 这样子 换言之 如果他三年前重视这件事 体检的时候 再早一点 如果再早 他还没有脱离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就可以去 很好的去治疗 但叔叔你也要 对自己有信心 因为咱们这边这个眼睛 现在目前是好的 把更多的爱 放到这只眼睛上 然后控制好血糖 定期地去复查 有问题可以向我们的院长请教 好吗 这只眼没办法了 没有办法了 但是再早干预 再早发现的话 其实是有一些可能的 还是告诉大家 早发现 早预防有多么的重要 我们也要给叔叔更多的信心 要加油 好的 我们也要给叔叔送上一份礼物 为叔叔送上奖品 是由北京卫视养生堂 高方行业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泰开尔 育品高方 为您提供的丘梨高益盒 为了感谢大家 对养生堂的信赖和支持 现在拿出手机 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您将有机会 免费获得育品高方 每天只限100名育品高方 做中国人自己的营养佳品 我们把掌声送给叔叔 叔叔要加油 控制好血糖 感谢您 祝您健康 接下来我们要给各位话重点了 请往一侧看 我们要说明什么呢 糖尿病 眼病 看东西是什么样的 院长 我头一次看到舞台上 出现了这么多的持勇志 是不是他有点不适应 有点不适应 是不是一个比一个好看 不是 这个节目没法主持了 一个比一个没法看 一个就够糟心的 他出了这么多 来 这说明什么呢 院长 这是说明 这个糖尿病 引起的眼病的严重程度不逃 然后它的表现不一样 所以糖尿病的这个最早期的时候 它可以什么症状都没有 就是说特别早期的时候 只有几个胃血管流的时候 它可以正常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糖尿病不容易发现 但是一旦有感觉的时候 往往都有问题了 好 我们先看中间这个 你看它 有点黑点 好多小黑点 哎呦 赶紧擦擦呀 这是擦不掉的 擦不掉了 对 眼前面老有黑眼 你自己可能都会去抓它 怎么前面老有东西 在前面挡着你 不自觉地都会去抓 其实这是玻璃体里面 有一些出血了 在眼睛前面挡着 或者是这个湿瓦膜上 有一块胜出的地方 胆柱里就是一个黑点 那么如果再影响 再重一点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是那样的 看黑点点是吧 这一个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看东西颜色变了 变淡了 变淡了 或者是有一些早期的白内障了 就是糖尿病的人 它可以引起高血糖 可以引起晶体的改变 所以看东西颜色也变淡了 更失真了 所以看的东西整个的都发灰 这跟白内障怎么去区别呢 白内障看东西它也会模糊 那么早期的时候也会有这些改变 所以谈了问的人呢 可能会怕光更厉害 那么也会有一些这些改变 所以这是一个 好 颜色会改变 再重一点你看 模糊了 看东西都模糊了 这是我们摄像老师 平时给我拍的样子 虚的 这就是像那个照相机聚焦没聚上 焦点没对上 看东西是虚的 其实这个时候 它的眼底已经有水肿了 或者白内障更重了 环板也有水肿了 中心视力已经下降了 所以看视力表 它已经看不到1.0.8 所以也可能就0.5的视力 看的人就是模模糊糊的 所以这是到了这种时候 有个问题 你看刚才那个时候也说 它是有一侧眼睛出现的 问题比较严重 那我就在想 那比如说 这个眼睛看到的时候 有可能这种就是 聚不了焦的是模糊 但这个眼睛是好使的 有这种可能 有这种可能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不容易发现 对 所以如果说这人两只眼睛 平时它可能一只眼 一起用啊 一只眼睛 虽然是一起用 它可能有一个主视眼 就是某一只眼睛是视力好 看东西都是用这个主视眼 如果这个主视眼有病了 它容易发现 如果是对侧眼有问题了 就不容易发现 所以有的人发现视力不好 是因为某个某事原因 洗脸啊或者干什么呀 所以这个午上一只眼睛 无意当中发现 所以我们体检很重要 对 所以再看看这个 这个就 我印象当中吃泳之就是这样 这不是摄像老师的事 这是道具老师的事 七扭八歪 怎么给我印歪了呀 这种事 泳之都变成这个歪瓜裂倒 这就是典型的 看东西变形了 你看看的直的是汪的 你看它的鼻子也是歪的 这个耳朵也都是脸 都是弯弯曲曲的 我们叫它视乌变形 看什么东西都是歪的 这个时候糖尿病就比较重了 它出现糖尿病缓满水肿了 所以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 糖尿病的颜体改变 那是必须要治疗 再不治就离失明不远了 所以就是要迈进失明 所以对于一个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说我们有这些症状了 我们一定要看看医生 一定要进行检查 好 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院长给大家总结了 四种糖尿病 眼病 看事物的一种状态 分别是事物模糊 变形 黑有 还有变色的困难 就颜色的改变 其实院长也说了 最早的时候有可能是这样的 对 没错 最早期是这样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 如果治的话还有可能 对 这几种情况 都还是可以治的 还是可以治的 因为你还能看见浓阔 还能看见 说明还有 底片的没有坏到不可治的程度 还没有锅离开 没错 在这些程度都是可以治的 所以只要没有完全失明 我们都可以去治疗的 因为你看我们是一双眼 两只眼睛 很难发现一只眼睛出现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就带大家 去做一个测试好不好 给大家放两个图 然后请院长带我们全场的观众 包括电影机前的叔叔阿姨 咱们做个测试 看看我们有没有眼底的问题 尤其是糖尿病的叔叔阿姨 更要做这个测试 来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这两张图 这一张是里面有很多的颜色 然后还有很多小方块组成的 其实是一个小动物 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变色能力好不好 一会儿 立体式好不好 好 这个都是正方形 全是方块 你看白的黑的 白的黑的 你看这个竖条很直 横条也是都是很直的 所以我们来帮我们来检测 检测的目的就是我们用一只眼睛看 用一只眼睛看这个中心 我们看这个方块是不是都是正的 方块歪不歪 然后这个横条竖线是不是都是直的 有没有拐弯木角的 一定要横平竖直 不能有弯曲 对 有没有这个方块会不会变形 会不会缺角 或者这你看都是对称的 哪个区域会不会缺掉一块 比方是看看这些 好 问题来了 现场有没有 有糖尿病的是不是阿姨 然后也愿意做这个自测的 有吗 我妈那个糖尿病吧 应该说是在工作期间呢 因为应处比较多 在没退休之前呀 就偏高了 特别是那个空腹血糖受损 有几年了阿姨这么算 对四五年了 四五年的病程了哈 好 那这样您来做这个测试 做完了之后呢 请我们的院长给您一些建议 看看您这个问题 严不严重 接下来怎么办 好 院长 对 我们就是捂上一只眼 用一只眼看 一只眼睛 看看这个方块是方的 还是不翻 这个直线会不会都是直的 有没有弯区是吧 有没有弯的 然后这个方块有没有变形 先一只眼看吗 一只眼 一只眼地看 然后看看这整个的区域里面 有没有缺的地方 还行 然后再换上一只眼再看 再换一只眼 另外一只眼阿姨 所以虽然这阿姨目前 糖尿病的时间还不很长 还没有明显的症状 那么但是每年体检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每年体检要看它的这个 白内障发展的程度 要看它的视网膜 有没有糖尿病的一些改变 这对我们越来 岁数越来越大 我们的老年 这个保证我们能看得见 非常重要 所以每年一次体检非常要得 每年要体检 与此同时还要严格地控制血糖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为您送上的奖品是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祝阿姨 越吃越年轻 回过头来 我们还要更多地关注糖尿病人群 那怎么样 在早期的时候就能发现呢 院长 每年进行健康体检 我们要每年去照一张眼底照片 好 知道我们的健康状况 说我已经糖尿病 我的眼睛已经有问题了 那我就得半年就得查一次 所以就照眼底照相的这个 间隔时间就要去说短 眼底一张照 健康早知道 谢谢院长 关爱我们的眼底 希望大家都能够守护住我们的光芋 我把掌声送给院长 谢谢 节目结束的时候 按照惯例 还要给大家送上一道美食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养生厨房 今天咱们养生厨房可热闹了 在正式做菜之前呀 您听好了 竹板这么一打呀 别得咱不夸 就说田井味有好多好吃的 最有名的是甲藏菜的好吃还不贵 您要想品尝就来找甲藏 这一听这调门我就知道了 今天请对人了 我们请到的是谁呢 请到的是咱们烹饪大师 来自天津的赵家祥老师 掌声欢迎赵老师 赶上了今天 真的是赶上了 沈老师 我问问您 赵老师今年七十多岁了 看得出来吗 真没看出来 我还以为赵老师也就六十 保养得好 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 也是我们的金门养生菜系列 据说今天赵老师带来的 是独特的金门烹饪当中的技法 比方说大家都知道的 什么煎炒烹炸等等这些 都不在其中 您带来的独特的烹饪技法是啥 毒面积 毒面积 什么是毒呢 是让面积孤独吗 对 为什么叫毒 咱下听分解 下听分解 您要是心急的话 赶紧拿出手机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点击关注我们养生厨房的 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 足提前获取答案 与此同时 赛赛又有福利要送出了 我们养生厨房 精心为您整理了 我们的四季养生菜谱 这些菜谱 完全都是应季养生的秘诀了 是一本电子书 您现在跟我一起扫描二维码 关注我们养生厨房的 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 四季养生 就可以获得我们这本电子书了 千万不要错过 那接下来话不多说 咱们一展大师的风采 咱们就开始做吧 赵老师 好嘞 先处理什么 先处理面积 做的这个面积又有一特点 是大面积 一般我们北京的面积 都那么大个 您今天这面积那么大个 对 这是天津的面积 就各的 这天津为都有的食材 假假必备一道天井菜 叫独面积 我们今天做的叫 下银独面积 到底这道菜的要点在哪 咱们必须的赶紧 好好跟着学起来 先处理这面积是吧 赵老师 对 一般的菜它都通过改刀成型 做我们这个做菜的这个行业呢 叫改好刀 整好形 挑好色 守住味 唯独这面积 说天津的话 不用改刀你了 熟死 直接熟死就行了 熟死 为什么熟死呢 为什么呢 一是看看面积的腊力 紧力的强与弱 都是 这面积扎得太脆了 一死就看 那面积扎得正好的时候 你看 它这个死死想念的 释出来的面积是斜叉 改刀倒来是愣叉 它孤独出来想吻和庸洽 叫抱团取暖 明白了 手撕的 然后这个纹路就比较多 一会儿入味也会入得更加充分 接下来咱们处理什么 赵老师 咱们就开始做 读面积技法的第一道程序 把它飞水 就是用开水操一下 这个步骤很重要 千万不要温水 温水在传越的过程当中 随着水的温度的油 又横到了面积 它在没有砸透的这些个蜂窝里边 稳藏着 我们是用高的温度 把面积当中多余的油脂 给它挤压出去的 温度不够的时候 这个去油的效果就不好了 对 本来我们这个面积 实际上它就是小麦制作的 对吧 这个小麦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 它可以解烦 解渴 所以我们在夏天这个时间吃一些 觉得我们的身体特别有好处 但是这个天津的面积 一方面是比较大 另外一方面 无论北京的面积 还是天津的面积 说了半天吃了那么多年 还真不知道 这面积它到底是什么呀 张老师 这面积就是和好的面 一般的就是用高筋粉 或者低筋粉 把面和完了放在净水里边洗 皮就摔 用手抓 它里边面积里边的淀粉 就开始沉淀 开始沉淀 然后抓得出来都是它的筋质 就是它最精华的部分 明白了 面积里面有一个面子 但是不等同于是面 是去了淀粉的面 糖尿病的病友吃起来的话 心里就没有那么重的负担了 对 然后可能有人担心说过多的油脂怎么办呀 接下来看咱们的处理步骤 它的油已经都煮掉了 需要给它超煮多长时间呢 需要两分钟 开始下锅两分钟的时间 让您的面筋更健康 上面呢 我们先把虾仪煸炒一下 与此同时呢 赛赛又有福利要送出了 我们养生厨房呀 精心为您整理了 我们的四季养生菜谱 这些菜谱呀 完全都是应季养生的秘诀了 是一本电子书 您现在跟我一起呢 扫描二维码 关注我们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四季养生 就可以获得我们这本电子书了 千万不要错过哦 为了让虾必须在传热过程当中 稍微的去一点它的异味和腥味 我们放一点姜末 葱末 好 这个炒叫扁炒 煸炒的定义就集合热油下煮料 煸炒 加一点料酒 好 哇 你看腥味走了 这时候呢 我们适当地加一点水 在这里可以用一点味道 来点盐 可以 先放在这儿 你闻着这个虾的香气已经出来了 然后毒面筋的第二道程序打底油 第二个步骤是今天毒面筋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 先崩了我们的八角之后 然后就把虾仁再次下锅了 大料瓣超过 然后下处理过的面筋 加一点水 我们下完了汤汁之后再放什么呢 赵老师 放一点酱油 是我们卤花的黑豆酱油 黑豆黑营养零添加 最主要的是吃起来健康 无子弹 稍微的加一点糖 吐出在咸鲜过程当中 缓解它的香气 你看今天我们给孤独的面筋 配的是虾 虾这个食材 我记得好像对于温洋来说 还是有贡献的呢 对 这个虾呀 它可以起到这个补肾撞氧的作用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所用 缓解老年人的这种腰西酸软 所以我们这个老年人 可以适当地吃一些虾 它又好吸收 而且营养价值又高 最后的 林楚操林楚操 加点妈呢 加点妈呢 加点花椒油 这个就香极了 所以您看毒面筋调味的关键 其实是呛锅的八角 和出锅前点的花椒油 对 千万不要忘记 毒呢是天井菜的 一个应该地方加上菜 加一户脚 天井位话叫 假来切了 就叫假来亲亲了 然后先安慰亲亲 就告诉你 一定留下来吃饭 说天井话什么 别走啊 这儿都现成的 又会儿咱咕咕咕咕咕 我有会儿咱咕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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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别走啊 你看 你限егan那么多地方的菜系各有地方的特色 不同的特点 公用的是 煉炒 捧扎 刘炒 扒蒜 扫焉 烤 烤 最后没有咕咕咕这一计划 只有天井 只有天井油 咕咕咕咕咕 明白了 对 所以您看今天看完 我们养生厨房的节目之后 不仅咱们到天津做客 这个主人可以说 留下来孤独孤独 您在家里 也可以对自己家的亲戚 和上门的客人说 留下来咱们孤独孤独 我还做这个经文菜 咱们的虾仁独面筋